我们的极寒之旅一直想玩一次冰湖露营 这回我们从卫星地图上找了两个野湖 哇 这湖就从天上看到这湖的颜色特别光 今天估计是零下20多度 我们来体验一次冰湖露营 我哪担心我现车了呢 本来看着这不新的 那你稍微一不注意 这就有一个正式的 我们现在尽快露营 我刚出现这一分钟 我们已经感觉气温一下扁腻了 再拖防车过来 很困难 哎呀 我们今天人家又要红了 现在防车过来了 没问题了 我贴到那边 我们继续走 这个地方现在底下已经是冰了 然后这边啊 零下20多度 这个冰冻的应该是没啥问题 来 开始干活吧 哎呀 冻出了 我不说 我们现在把丁打到这个冰层里边 这个是冰点 就是钻冰上的 现在零下20度了 晚上就零下20多了 我现在90多了 现在账簿已经搭写了 先把这个煤油炉和汽油灯都提进来 来 咱们先吃点东西啊 等会儿再干别的 煮开锅 外有炒的红豆肉 爆米 爆小菜包 不过它这个菜包真的很香 把这个放进去 刚好腌过的 就像这样的一样的 我会用家库的 实际上你方便了 不用起锅 不用夹炉子 就给吃饭了 那真的可以啊 我觉得以后铺铺要带这个 在这个环境吃口热乎的简直太幸福了 而且味道还不错 吃饱喝足继续干活 今天晚上各种炉子架上我睡的暖暖活活的